迷世亚不打招呼便闯了进去 经纪人吉洛兰吓坏了 根本拦不住他 看到迷世亚进门 会长和法医立马点头哈扬 哎呀 迷世亚巡手大家光临 没想到你会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真是幸会 天才 请多多指教 迷世亚没给他们好脸色 只是回头看着经纪人 这胖子个七六二是什么人 吉洛兰紧张的不行 怎么说话的呢 他们是会长和幼儿时的国家队教练 迷世亚巡司那就省事多了 喂 两位大叔 幼儿时日本国家队的影响资料我看了 用一句话来说 他们都是废物 尤其是前锋 完全跟歪瓜裂凿主张的呕吐物一样 我是因为那个蓝色监狱里帮家户比赛 才打入加入国家队的 但这种学校社团的水平也太舍不过去了 我要退出 迷世亚一顿好骂 把法医器的浑身发抖 喂 你是在侮辱我们的球队吗 会长知道迷世亚的脾气 急忙拉着法医一人让他成熟点 然后又低声下气的跟迷世亚说 既然你不满意前锋 那我们再招新人进来就好了 超过年龄限制也没问题 哦 任何人都可以吗 对 只要是日本人就可以 迷世亚就说 在蓝色监狱里 有一个他很感兴趣的笨蛋 没想到吧 和蓝色监狱的对决 他要找一个蓝色监狱里的人做队友 那么他到底要找谁呢 这边 阿杰一个人在玄霸等候室里呼呼大睡 睡醒后算着时间 该去看第三场比赛了 但是他来到了营室 却发现这里多了好多人 前期直呼阿杰是蓝鬼 蓝色也念叨着 第三场 第四场比赛结束了 你才来 阿杰茫然 子杰竟然睡了这么久 七星说自己刚才去叫他 但他没有醒 虽然错过了比赛直播 但还有回放给一看 而且成员和比分情况能直接看到 看得出来 第三场比赛只和雪公之变又输了 第四场米士林和士道又赢了 阿杰一看这还了得 目前A队全胜了 马兰和风鲁也都进了球 七星提醒阿杰快看 现在第五场比赛也到了最终阶段 正好是最后的关键时刻 米士林和士道正在并排争抢 两人还是那么大火气 你很烦的臭虫 那你让开不就好了 两人来到球门前 米士林跳起准备拿下这一球 但士道紧随其后 伸出手一巴掌扣在脸上 米士林虽然脸被扣住了 但他离球更近 顺利拿到了球射门成功 看到这一幕 阿杰头皮发麻 仿佛已经看到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了 米士林轻惊抱歧 士道一步爽的破口大骂 最后两人一起重重摔倒在了地上 广播通知 比赛结束 B分5比4 A队获胜 虽然米士林和士道所自的队伍赢得了比赛 但是他里的恩怨还没完 队伍们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这两人刚起身就打打出手 两队的选手都急忙冲上去拉架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比赛结束了 米士林气急败坏 就是因为比赛结束了 我才可以毫无顾忌的杀了你 你这个废物臭虫 士道脸都扭去了 整合我意 我要打的你爬不起来 士道骂马列列跳起来袭击 米士林正脸被冲撞 鼻血横飞 士道杀红了眼 跳起来像豹子的头 时光吓坏了 这个万万使不得呀 千军一亿法之际 士道被电的浑身麻痹 跌落在地 这才止住了他们的大战 会心从屏幕大喊 你们闹够了没有 精神一礼 预知了对暴力的电击功能 没什么的真用上了 听说衣服里有电击装置 大家都有点害怕 不过所有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六小时后 会公布挑战U20日本国家队的主力阵容 所有人都很紧张 除了已经被电晕的士道 没办法 他现在已经被电麻了 比赛机说 米士林在中央食堂打吃特吃 这次的适应性测验 可把他累得够呛 时光问他的鼻子又没有好点 米士林说 鞋只追就没事了 不过不知道那个触角怪去哪了 时光告诉他 刚才广播通知 士道被送去了惩戒室 不知道是不是送去电疗了 不过他还在昏迷中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一旁的利子头还在叽叽咕咕 黑五个小时 黑五个小时 我会被悬上吗 是一个人的话 总有一个人是我吧 后排的雷尸骂道 别想了 不会有你的利子头 你留到第三轮选吧 已经是奇迹了 走运的臭和尚 乌士兰勃然大怒 我就期待一下都不行吗 你这么转 你不也没进球吗 我不行的话 你肯定也不行 阿杰安安静静的边吃边想 他打进了一球 TOP6以外 进球的人捉了他 就只有风乐 马朗和凌王 如果以此为标准的话 自己有很大机会 只要能被悬上 最后踢什么位置都可以 可以亲手改变自己命运的场地上战斗 在选手们担心自己未来的时候 惠心也在纠结选手阵容 杏力问惠心 是不是已经决定好了 但惠心认为 这么选人领导太多了 为了胜利 得舍计一些天赋才行 杏力似懂非懂 这时会长的电话来了 第三轮选拔结果即将公布 除了世道 所有选手都来自了中央大厅 急性紧张的小心脏扑同乱跳 冰之阳开玩笑的说 心脏是飞出来 不得把它吃掉哦 立的头问世道去哪儿了 雷师猜想 他可能还在惩戒室呢 大家左过右盼紧张等候时 穿着时尚动动学的惠心进门了 这是他第二次露面 跟人面对面的交流 见到他大家都很震惊 疯了惊呼 这是活的惠心 但是大家也没见过死的惠心吧 惠心开门见山 他强调 足球是得分的运动 得分才是前锋的全部价值 所以他才决定通过第三轮选拔 组建一支 以得分率最高的利己主义 这位核心的队伍 接下来也有二是国家队对阵的人 首先是队伍的核心 单前锋米士林 米士林场均进球2.5个 能力突出 所以这支队伍会以他为核心 突出超强攻击力 惠心表示 这场比赛需要的是一支 落后五球仍然可以绝地反击 打入六球穴上的队伍 要掀起一波又一波破坏性的进攻 能领导这一切的人便是米士林 而其他诗人则是让这种破坏性 逐步升级的子弹 首先门角我压丸 威亚丸面对突发球的反应和全身柔韧性 这些身体素质与门杖的匹配度最高 他简直就是这支队伍的守护神 威亚丸寻思原来是这种标准 然后是中后卫 一身和二子 一身具有压倒性的高度和手脚覆盖面积 在右中卫护很有优势 二子强求能力突出 闪长空间解读 非常适合左中卫的位置 在两侧游走 兼具速度与技术的两位控球队员 分别是右边后卫牵切 左边后卫封乐 在防线与前防线之间 充当过度转换角色的单后钥匙 无旅人 他的护球能力在蓝色监狱里毒炸凹头 同时还具备看透进球路线的分析力 他就是这支队伍的心脏 无旅人一点也不意外 他早就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了 最后要公布的是进攻阵容 先是从外侧撕开敌人壁垒的两名边缝 一个是可以迅速突袭着敌人身后的影子右翼一夜 另一个是能一对一突破 还让队伍毫无还手之力的左翼血弓 而担任他们中间的是担任进攻核心的球员 第一个是利用灵球屡次超长进球的指程侍郎 说到这会心强调 这支队伍会采用以米士林为核心的突出超强攻击力的阵型 换句话说 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米士林的能力 从相互关系来看 所有球员中数据最优秀 而且作为米士林的影子 能够在不断阻挡自己价值的同时实现共存 也具备灵脚与他人之上进球天赋 堪称米士林最佳搭档的最后一人就是杰十一 以上就是挑战幼儿时日本国家局的十一节 顶到自己入选 阿杰忍不住露出了反派的笑容 其他没被选上的人都十分不甘心 马郎连都黑了 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暴打一顿 学共有问题 他好奇世道为什么没有入选 按能力 他是数一数二的人才 他也进球了 而且是No.2 贵心表扬了他提了个好问题 世道在试移性测验中 长军打入两个球 作为射手 他展示出来的能力仅次于零 虽然他在场下的行为让人看不过去 但个人能力之始终名利切猫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这加固境的球 全部是依靠自己的个人技术 也就是说 在这场适应性试验中 世道与米士林从头到尾都没有产生过任何化学反应 再加上 选拔在结束后的暴力行为 如果这种事发生了幼儿时的比赛中 他肯定会吃到烘排 导师局面会极度不利 综上所述 米士林和世道不应该出现的同一块绿营场上 这么一说 确实有道理 他们像是随时随地都能打起来的样子 卫星提醒他们 如果世道上场 他们根本搞不定 世道的进球全靠个人技术 在蓝色监狱里 没有能理解他的想法 促进彼此球技不断提高的人 例子偷一货 全日本都找不到 能搞定世道的人吧 雪公真诚发问 世道能力这么强 放着不用也太可惜了吧 卫星认同他的说法 他本就决定 把世道当作扭转赛场局势的烈心药 万不得已的时候 用来换一下米士林 但是计划有变 就在他决定好这份名单后 足球联盟会长打电话控诉 米士亚对U20日本国家队的前锋非常不满 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 他就会退出比赛 联盟挣不到钱 比赛就会被取消 蓝色监狱也会随之消失 而米士亚的条件就是 让世道加入U20国家队 对战蓝色监狱